我國駐美代表余大雷 最近傳出浪費公帑 才上任半年 宅邸就花費了800萬元以上 甚至利用副總統蕭美琴的名義 大肆來採購 他還曾經在外賓的面前 抱怨蕭副總統把物品堆放在宅邸裡 現在更傳出 他的夫人以非公務的名義 要求管員開車陪同採購 對此行政院長卓榮泰表示 將盡速調查釐清 如果有不法也會及時處理 我再重複說 我不能夠做到這裏 我們深深的感謝 您的支持臺灣 是否真的可以 臺灣關係法45週年活動上 駐美代表余大雷致辭暢談臺美關係 去年12月上任到現在 積極穩固臺美友誼 不過卻遭週刊爆料 在美國的期間亂花公帑買奢侈品 像是坐車才買兩年不久 以規定不能太換 但余大雷卻執意買約400萬的豪車 另外他還花了兩百多萬元 買床地毯等物品 甚至連衛生紙都要以 接待外賓理由暴障 光是上任半年在宅底 就花費超過800萬元 我會請外交部去做事實的了解 有任何的違法狀況 即時處理 不僅如此誇張的還有他的家人 太太明明不是公職人員 卻在非公務的時間要求館員開車陪同採購 還常常遺址氣勢 連他的兒子都把公務車私人用 油錢保養人民買單 更被爆出在副總統蕭美琴回美國搬行禮前 余大雷常常在外賓面前抱怨蕭副總統 堆放私人物品在官邸主卧室 害他們夫妻倆只能委屈睡客房 拿到這個權力 就大手大腳的花國家的公堂 像外交部能夠把相關的這樣的訊息 那更公開的方式來跟民眾說明 改日立委都要求外交部說清楚 外交部也緊急澄清 家具或設備已超過了使用年限 年久失修 此次採購軍醫政府相關規定 中美代表上任不久 卻爆出浪費人民納稅錢 部分朝野都看不下去 要求公開明細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這位黃金文文全會報導 曾經是資深媒體創辦人 台灣土地開發公司前董事長邱富生 被指控涉嫌用假的不動產交易 來美化財報 違反了證交法財報不實 北京在昨天傳喚邱富生等六個人到案 預定邱富生150萬元交保後傳 沒有想到直到凌晨3點 他還湊不出錢 最後改為五保限制出海出境 還需要接受電子監控 這還在幹嘛 調完襯衫口袋裡塞著幾張A4文件 前台開董事長邱富生兩手插口袋 沒錢交保不勝唏噓 北檢兵分多路傳喚邱富生 還有仲介謝一彤等六人 偵辦前年8月台開挑票4億 下市終止交易之前 台開疑似就已經爆發財務危機 向民間借貸2億卻沒有作帳 用不動產交易掩蓋 違反證交法財報不實 被調查之後預令交保的150萬拿不出來 謝謝再見 然後邱總隊這次有什麼想說的嗎 搭上車一聲長探 交不出錢改五保限制出境出海 還要接受電子監控 邱富生早年投資拍攝飛行城市 還有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多部得獎電影 整合全台灣上百家錄影帶出租業 引進港劇跟迪士尼家庭錄影帶 1993年陸續經營兩間知名的有線電視 台灣媒體百家征榮 他搶佔一席之地 並不等於台開將接手巨蛋 邱富生離開媒體轉戰台開董事長 陸續擔任過海基會董事 還有國民黨中常委 曾經風生水起 現在的邱富生離開北檢 沒有親人開車來接 罰警幫忙叫車 記者劉慈祖宗林 陳薇淳 台北報導 台中一名男子在日前介紹他的朋友 來到一家債務協商公司上班 沒有想到朋友竟然是捲走了公司的140萬元 人就消失不見了 這一下子害得這名男子必須要負責賠償 他還因此被掳走 藏在嘉義的一處平房內 家屬多次接到電話來脅迫 必須要交付贖金 而警方獲報火速南下救援 在短短4個小時之內救出被害人 並且也逮捕了5個嫌犯 幸好這名被害人雖然全身上下督促挫傷 但是就醫之後並沒有大礙 大批員警火速從進平房 隨即破窗將一名嫌犯壓制在地 平房內一陣混亂 其他嫌犯從後門逃逸 員警立刻往外衝 全面封鎖現場逮捕無名嫌犯 根據歐傑台中證明被掳走了27歲 宋姓男子和21歲成性嫌犯為朋友關係 嫌犯委託宋姓男子接受有人去他的公司上班 不到證明有人竟然涉嫌捲走公司140萬元 嫌犯懷疑宋姓男子與友人通貨 因此要求宋姓男子必須負責償還 隨後將宋姓男子掳走 帶往在意識區藏匿毆打 並多次致電脅迫家屬交付屬金 警方獲報後火速南下 在四個小時內與家屬合作 趁著交付屬金時順利救出被害人 便在現場查扣毒品 施暴器具等證物 全以組織犯罪 妨害自由 掳人勒索等罪嫌 以送人辦 台北市發生了公車 這車竟然被人給偷偷開走的離譜事件 有一名陌生女子跑到大都會客運 南港總站的停車場 就這樣子大喇喇的把車給開出去兜風 直到過了將近一小時 駕駛才發現趕緊報案 最後是透過GPS在南港找到了這輛公車 但是離譜的女賊早就已經不見蹤影 黑衣女子穿越馬路 來到公車總站 歸歸碎碎 左撲右盼 夜間四下五人進乘機遛上公車 直接把公車給開走 見識氣派到公車行徑蜿蜒小巷 還放慢速度 沿著標線 小心通過 接著再來個大角度右轉 也難不倒她 駕駛技術一流 很難想像 這名女子並不是公車司機 而是一名公車大盜 駕駛員因為舒服沒有把鑰匙拔掉 最後回到鑰匙站來休息 那她五點二十八分準備要出車的時候 才發現車子不見了 那原本以為是同事幫忙把車移到旁邊 那環廠找 確定找不到車子 光天花日下 公車遭窃 就發生在台北市新一區的客運松直總站 二十三號下午四點半 這輛公車回到總站 沒想到司機 人 下車休息 鑰匙卻沒有拔 女子見有機可乘 竟達拉拉開總公車 司機直到下午五點二十八分 準備出車執行前 才發現呆基打掉 趕緊透過GPS行車軌跡 追蹤到車 停在南港 城府路一帶 車就被丟放在路旁 越來切車女子 開了約二十分鐘 最後不慎擦撞到路源時 因此汽車 轉搭其他 公車討逸 客運公司坦承司機作業流程確實有疏失 也承諾會在教育檢討 還和這輩女子偷開公車上路 沒有釀成車禍意外 警方目前也待會監視器 虛線追氣 要讓這名大膽欠賊 逮捕歸案 就台北最後報導 不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